大家都知道,娱乐圈向来比较混乱,但混乱归混乱,有些明星被爆乱伦,着实还是令不少人大吃一惊。 大家好,这里是一只嘻嘻力,今天为大家盘点一下那些带有乱伦秘密的明星。 1.迪英 迪英是台湾的一位女演员,曾出演过老板的《薄青天》,而她的丈夫孙鹏也是一名演员,与此同时还是综艺节目的主持人。 2000年,迪英生下了他们的儿子孙安佐,也算是十分幸福的一家三口了。 但是此前,迪英在康熙来了节目中自爆的《育儿经》却让大家听得目瞪口呆。 迪英长得十分的温柔可人,但是迪英本人的性格却和自己的长相相反,生活中的她脾气相当的火爆。 但是脾气火爆的迪英对于自己的儿子却是相当的溺爱,甚至可以说是到了一种让人感觉是乱伦的地步。 此前,他们全家共同去参加一个接吻大赛。 然而,迪英却并未和自己的老公接吻,而是和自己的儿子足足吻了三个小时。 闻到最后,他的儿子都睡着了。 不仅如此,他的儿子十岁多了,还和妈妈一个床睡觉,而且还未断奶。 晚上,还有摸着人睡觉的习惯。 而迪英的圈内好友也透露说,迪英的儿子还会咬他的一些身体部位。 迪英也是无奈地向大家透露说,儿子会抱怨妈妈和爸爸睡觉,而不和自己睡。 2004年,迪英与孙鹏的婚姻走到了尽头,正式离婚。 但在儿子的前线下,两人又旧情复燃。 在2007年时,选择了复婚。 破碎的家再次复原,让迪英倍感珍惜。 上次离婚,是因为顾得上姐妹顾不上家人。 复婚之后,迪英改变了生活的重心,不变的是对儿子过度的保护与控制。 11岁,上小学了,孙安佐还不能一个人出门,12岁才断奶。 每晚回家,会和迪英一起睡。 睡的时候,迪英只穿一些贴身衣物。 直到孙安佐15岁,有了生理反应,他们才彻底分开睡。 直到18岁,孙安佐才可以独自出门。 2.孙翠凤 57岁的孙翠凤是台湾歌仔系的第一小生。 将一生献给歌仔系的他,允文允武,一生一旦,是歌仔系团明华园的活招牌。 可这位光鲜亮丽的第一小生,背后却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心酸。 孙翠凤,24岁时,在母亲安排的相亲下,与表哥也是明华园后代陈胜福结婚。 于是,他夫唱妇随,一生都奉献给歌仔系。 顶着明华园的招牌,努力传承这项传统表演艺术。 婚后,孙翠凤喜获灵儿,没想到儿子出生五个月就夭折。 孙翠凤坦言,那是他人生最大的遗憾。 想起孩子哭,孩子笑,孩子在医院的画面,伤口就挖深一点,又流一次血。 后来,孙翠凤靠着修佛学,才渐渐走出丧子之痛。 可没想到,孙翠凤的老公又与他的亲姐姐发生婚外情,还乱伦产下一女。 当时的孙翠凤已产下大女儿,悲痛万分的他曾想过要离婚。 一边是挚爱的老公,一边是自己的亲姐姐。 孙翠凤后来选择原谅,甚至寒悲照顾姐姐生下的女儿。 在姐姐怀孕期间,孙翠凤还细心地照顾她。 两年之后,姐姐找到好对象,决定结婚。 孩子是无辜的,于是双方达成共识,要共同抚养这个女儿。 孙翠凤与姐姐也近视前嫌,各自经营起自己的幸福家庭。 孙翠凤一路熬过丧子之痛,老公与亲姐姐的乱伦。 她坦然地面对人生的困难,忍人所不能忍。 57岁的孙翠凤练就钢铁之心,一次次熬过人生最痛苦、最艰难的时刻。 如今仍是明花园的当家小生,继续勇敢地唱着。 舞台上的她意气风发,舞台下的她则是个寒悲忍怨的女子。 3.林月云 林月云和女婿黄伯俊的相处日常,有一种暧昧的感觉。 就在今年2月份,侯佩岑带着自己的妈妈林月云录制了《婆婆和妈妈》这档综艺节目。 在节目中,侯佩岑发现自己丈夫黄伯俊的身体十分僵硬,就表示要帮丈夫放松一下身体。 可是,就在侯佩岑去拿刮沙板等工具的时候,林月云表示自己可以帮女婿按摩。 说完,就立马上手帮女婿按摩颈椎和脖子。 此时的黄伯俊,神色显得十分尴尬。 等女儿侯佩岑拿完工具回来的时候,就看到自己的妈妈在帮自己的老公按摩的场面。 实在看不下去的侯佩岑对妈妈说,你不要再弄了,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这个时候的侯佩岑已经很不高兴了。 但妈妈林月云却还是不知收敛,也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毫不知情。 后来,在示范刮沙技巧的时候,林月云保持了应有的距离。 比如,刮沙时,林月云不再用手,而是用了专门的工具。 但是,在帮女婿刮沙时,林月云是压在女婿身上的。 而在帮黄子娇刮沙时,则是规规矩矩地坐在一边。 这差距也真的太明显了吧。 林月云还表示,自己家的教育就是爱咬大胆说出来。 但是,林月云的这声爱你,是当着观众面,对自己女婿说的。 林月云还曾爆料,有一次女婿和女儿吵了架,黄伯俊因为父母逝世,无人倾诉。 所以就找到了自己。 女婿向岳母倾诉,原本没什么。 但林月云非但没有从中帮女儿女婿调解夫妻关系, 还一直瞒着女儿,在女儿知道后还说, 不告诉你,是因为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 一次,全家人外出逛街时, 有人拍到林月云和女婿黄伯俊食指相握的画面, 两人看上去过于甜蜜,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是一对夫妻呢。 今年,林月云已经七十岁了,她手握巨额遗产,不愁吃穿, 没事的时候就和女儿女婿游山玩水, 日子过得也是逍遥自在,难怪被网友戏称是最强小三呢。 四,林志炫 当年,林志炫凭借一首单身情歌,成为了演艺圈当中非常出名的一人, 宏集一时。 不过,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 如今已经54岁的情歌王子, 居然被她的空姐女友爆出,同时交往几位女朋友的消息, 一时间亮瞎了大家的眼睛。 后来,细心的网友也扒出林志炫与自己的干妹妹林红雅隐婚的事情, 不免让人感叹林志炫人设崩塌。 在刚刚出道的时候, 林志炫曾经被爆出与空姐交往的消息。 不过,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 两人最后因为感情不合而分手了。 而空姐也发文向大家控诉了林志炫的私生活混乱, 一时间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从这位空姐的文字中, 大家可以看到, 林志炫与她交往的同时也和其他女朋友相处。 在之后的时间里面, 甚至有媒体爆出林志炫居然有一位私生子。 而这位私生子, 就是她与自己的干妹妹林红雅所生的。 消息一出, 网友纷纷震惊。 看到这样的情况之后, 林志炫也大胆承认了这件事, 并表示不希望自己的妻子活在大众的关注当中。 看得出来, 虽然林志炫外表温文尔雅, 不过私底下却是一位十足的渣男。 俗话说, 先做人再做艺术, 林志炫真的应该好好学习一下这个道理。 隐婚隐喻的明星有很多, 但是没人像林志炫这么奇葩, 把老婆叫做妹妹。 希望她能够吸取教训, 只有这样才能做好音乐。 五, 李赛凤。 二十一世纪初, 李赛凤遇上了罗启仁, 也就是香港著名玩具富商罗氏家族的太子爷。 这位太子爷并不游手好闲, 食人外科医生。 他对李赛凤一见倾心, 继而展开了热烈的追求。 李赛凤接受了罗启仁的追求, 还拥有了一场梦幻的婚礼, 过上了众多女星向往的阔台生活。 他一度是拥有幸福归属女星的典范, 可仅仅过了六年, 这份幸福当然无存。 他甚至被诊鞭人退入了前夫所指的境地。 2007年, 罗启仁向媒体发布《离婚声明》, 并在声明中控诉妻子不检点。 直言, 以42岁的李赛凤勾带上年仅20岁的干儿子宗天义, 暗示二人多次偷情, 全港为之哗然。 他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 写下一本名为《双面人生》的书。 在书里公开了李赛凤不检点行为的始末, 书中的他是个彻彻底底的受害者。 罗启仁写道, 一天他邀请李赛凤去看音乐剧, 李赛凤以身体不适为由, 推脱不去。 等罗启仁深夜归家, 上床休息时, 却发现床和墙的缝隙处有一只用过的安全套。 他心中生疑, 终于有一次成功桌奸在床。 卫生间出来, 右手边是个小壁橱, 我顺手打开, 一双脚从悬挂的衣服堆里冒出来, 宗天义竟然躲在里面。 罗启仁描述得非常仔细, 连桌奸时的对白都记录下来。 他呵斥宗天义出来, 宗天义钻出橱柜后的第一句话是, 干爹干妈要带我去买内裤。 过程如此清晰, 妻子与义子又如此荒唐, 罗启仁的愤怒说辞仿佛完全站得住脚。 民心所向之下, 李赛凤形象尽毁, 铺天盖地的骂声向他涌来。 回想当年, 李赛凤年近三十, 作为一个观念传统的女人, 他觉得这时应该结婚生子了, 他向往着一个幸福温馨的家庭, 于是他没怎么深思熟虑, 拉上一个还算喜欢的人, 毫不犹豫地低调隐婚。 李赛凤不愿意公众窥探他的隐私, 他隐瞒得天衣无缝。 所有人都知道, 他在那两年里完成了结婚生子这一项人生大事。 隐婚对夫妻二人来说压力很大, 最后婚姻走至尽头, 他们和平分手。 儿子被李赛凤带走, 他案发誓自己一个人也能照顾好孩子。 为了能经常陪伴在孩子身边, 李赛凤逐渐退出荧幕, 把精力放在了开办舞蹈学校的事业上。 儿子健康长大, 舞蹈学校经营得有声有色。 如果没有遇到罗启仁, 他这股不服输的执着劲头, 带给他的将是一个完美结局。 不得不说, 这些明星的行为真是让人惊掉打牙。 沉心希望他们引以为戒, 学会从意先从得。 娱乐圈的明星在舞台上, 作品中的表现让人很心动, 但私底下的生活就不一定像角色那样完美了。 比如有些台湾明星, 他们做的一些奇葩的事情, 让观众看了都觉得迷惑不已。 大家好, 这里是一只细细力, 今天为大家详细盘点一下一些台湾明星的迷惑行为。 1. 吴宗宪 吴宗宪是台湾主持界的老大哥, 他对自己的女儿那叫一个宠, 经常就在公开场合所闻女儿以表示宠爱。 在不久前的某活动上, 吴宗宪还无视女儿说的不要, 突然亲吻30岁的女儿吴珊如的脸, 让女儿倍感无奈。 还有某一次走红毯时, 吴珊如的果胸礼服往下掉了一点, 吴宗宪直接上手帮女儿把裙子往上踢, 吓得吴珊如露出了惊慌的表情, 有人说虽然是血浓于水的亲情, 但是妇女之间也应该有些分寸感啊, 尤其是吴珊如如今已经长大了, 不是小孩子了。 看到吴宗宪的一系列迷惑行为后, 网友们都纷纷忍不住吐槽, 表示吴宗宪就算是要展现父爱, 也没有必要这么出格, 又是索吻又是提裙子, 女儿脸上都写着尴尬。 2.郑敬一 说到郑敬一最出圈的事迹, 就不得不提他自曝交往过500位女友的壮举。 在一次节目中, 郑敬一大爆自己的感情时, 答言不惭地表示自己从7岁开始就谈女朋友, 到20岁的时候, 已经交往了500位女友, 把花心烂情当成功绩炫耀。 不得不说, 郑敬一也真是扎到了极致。 年轻时的郑敬一放荡不羁, 到处留情, 这导致她的婚姻生活也不太顺利, 离了两次婚才安定了下来。 如今到了60多岁的年龄, 郑敬一对感情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转变, 言语间也有点浪子回头的意思。 她还说自己年轻的时候花心享乐, 女儿遇到渣男却是报应, 自己中的婴让女儿承受结果。 不得不说, 郑敬一的脑回路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本以为罗志祥和杜布剑已经够渣的了, 没想到郑敬一这位渣男前辈, 与其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看来在渣男这条路上, 总会有人刷新网友的认知, 为网友掩饰什么叫人外有人, 渣外有渣。 3. 迪鹰 迪鹰疼独生子, 孙安佐入骨, 导致儿子对他过分依赖, 11岁仍要黏着妈妈睡, 12岁才断奶。 最夸张的是, 他为了儿子能健康成长, 每顿饭都要求儿子吃两个小时, 而且不能自己动手家菜。 而在《康熙来了》节目里, 迪鹰也爆料儿子15岁的时候还在和他同房睡觉, 和儿子一块睡了15年, 在很多人看来也真是够奇葩的了。 从小到大, 迪鹰对儿子的掌控欲就没有减少过, 导致孙安佐18岁时才有机会自己独立出门。 网友们知道迪鹰对儿子施展的疯狂母爱后, 都不太能理解他。 爱孩子是母亲的天性, 但是迪鹰的行为已经太夸张了, 引起了大家的不适。 如此宠溺儿子, 加上给人霸气泼辣的印象, 外界一直认为她是一个厉害又难相处的恶婆婆, 对此她直接否认了。 不久前, 据媒体报道, 迪鹰接受了采访 畅聊与准儿媳阿奶私下的相处模式。 谈到儿子的女友阿奶, 迪鹰称已把阿奶当成了女儿, 对方现在已搬进她家, 一家四口同住在一个屋檐下, 相处融洽。 迪鹰还提到, 很希望再送儿子去留学, 也跟阿奶说可以跟着一起去。 她跟老公孙鹏可以给予经济支持, 只是儿子目前没有留学的念头。 四, 范伟奇夫妇 圈内号称有一招黑体制的范伟奇, 自从结束和黑人的爱情长跑, 步入婚姻后, 就开始了漫长的求子之路。 范伟奇还把自己的简单求子过程记录成册, 她表示, 为了有孕, 真是历经千辛万苦, 终于在婚后四年成功怀孕。 范伟奇在得知怀孕后太高兴了, 不敢相信自己真的得偿所愿, 还和黑人买了一大堆验孕棒回来, 反复测试了多天后才放下心来。 这期间, 范伟奇用过的验孕棒都多达40支了。 然后范伟奇夫妇的迷惑行为就来了, 为了今年怀孕, 夫妻两人留下了一支验孕棒, 把其他的验孕棒送给了艾拉、 吴佩慈等圈内姐妹团里的女星。 关键是把用过的验孕棒拿来当礼物送人, 这就很奇葩了。 5.陈乔恩 在某次直播时, 陈乔恩自己爆料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小癖好, 那就是撕嘴皮。 他说自己的嘴唇很干, 很容易掉皮。 嘴皮可以一层一层地撕下来。 接着, 陈乔恩面对镜头大笑, 表示自己还在做一个很变态的事情, 那就是收集嘴皮。 说完以后, 他立马把自己的收藏盒拿出来, 展示给观众看。 盒子里面已经存了很多他之前撕下来的嘴皮, 观众看完后都惊呆了。 不少网友看完陈乔恩的展示之后, 都对他的这个癖好感到迷惑不已。 还有部分网友觉得看了很想吐, 觉得很恶心。 不得不说, 有自己的小癖好不是问题, 但是把自己的嘴皮拿出来展示, 总感觉怪怪的。 6.许胜梅 不久前, 台湾名嘴许胜梅在节目里爆料了圈内一位男艺人的奇葩行为。 他称这位男艺人竟然趁着女朋友洗澡的时候, 偷偷问他的衣物, 以此来断定他有没有出轨的行为。 该男星在做这件事时, 还大呼, 不是我的味道。 然后便去警察局报了警, 随着警察的调查, 发现该男星的女朋友确实有出轨行为。 听完许胜梅的讲述后, 网友们沸腾了。 表示这个男星的操作真的很令人窒息, 也让人觉得非常奇葩。 竟然会以这样的方式来判定女朋友是否出轨。 7.小S 台湾著名主持人小S堪称行走的迷惑行为本人。 他的奇葩事真是特别多, 其中一个就是喜欢闻别人的脚。 在节目里, 他和观影就曾经互相闻对方的脚, 还要比谁的更臭。 也是把观众给看懵了。 不得不说, 小S闻脚的癖好程度越览越深, 不仅在节目上这样, 在家里也总是闻孩子的脚。 网友看完以后也表示, 爱闻脚位的这个行为特别奇葩。 8.林月如 十几岁的时候, 林月如加入了闽南语演员的行列, 探索起了演绎之路。 林月如出演了不少精彩的影片, 代表作有《海水正兰》、《回音大事》、《大三元》等。 当时的他人气颇高, 心涂璀璨。 因为长得漂亮, 眼睛也不差, 林月如很受欢迎, 是上世纪七十年代许多男人的梦中女神。 在年轻的时候, 不知道有多少人想帮他说清作媒, 但都遭到了林月如的拒绝。 倒不是那些男人不够年轻帅气, 入不了他的眼, 而是林月如喜欢的类型都很特别。 他不喜欢单身的男人, 反倒是对年纪稍长的有富之夫, 情有独钟。 可能是由于家中兄弟姐妹众多, 他一直没能好好享受家庭的温暖, 缺乏父亲的宠爱。 也可能是林月如有着和闺蜜争强好斗的虚荣心态, 以至于他在择偶的时候, 竟然对闺蜜的老公动起了歪心思。 1973年, 22岁的林月如不仅演艺视野发展得顺风顺水, 而且他还打入了豪泰的圈子, 结识了不少豪门富泰, 并和富泰郭春美成为了好闺蜜。 那时候, 郭春美一直把林月如当作妹妹看待, 有什么好吃的、 好玩的都会想着她, 经常邀请她到自己家里来做客。 然而, 让郭春美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热情好客邀请好闺蜜林月如去家里做客, 竟会演变成引狼入世, 给了林月如勾引自己丈夫的机会。 都说一回生二回熟, 去郭春美家里做客做得多了, 林月如和闺蜜的丈夫侯士红也逐渐熟络了起来。 林月如对才华横溢且长相英俊的侯士红颇有好感, 在相处中爱上了侯士红, 于是不顾闺蜜情分对她暗送求播, 投怀送抱。 就这样, 林月如和好闺蜜许纯美的丈夫侯士红偷偷勾搭在了一起。 林月如和侯士红的地下情隐藏得非常好, 两人暗度陈仓了好几年, 一直都没有被许纯美发现。 直到1977年, 林月如怀孕, 侯士红打算和妻子许纯美谈牌离婚, 两人的地下情这才浮出了水面。 当许春美得知丈夫侯士红跟自己的好闺蜜林月如勾搭在一起, 连孩子都有了的时候, 伤心不已, 万年俱灰。 一气之下, 许春美向媒体揭发了林月如和自己丈夫的奸情。 除此之外, 许春美坚决不同意和侯士红离婚, 就一直耗着, 所以直到女儿侯会曾出生, 林月如都没有得到任何名分。 有段时间侯士红很忙, 加上妻子许春美管控比较严, 她很少能有时间去看林月如牧女。 侯士红为了不让林月如无聊, 便找了个时间带她出去打麻将, 说是以后自己要是不在她身边, 觉得无聊的话, 可以找人打麻将姐妹。 令侯士红万万没想到的是, 林月如打麻将打着打着, 就和别的男人鬼混到了一起, 绿了自己。 在老行人侯士红的热心介绍下, 林月如在打麻将的过程中, 认识了富豪太太蔡贵赵, 随即很快和她发展成了闺蜜。 林月如和蔡贵赵发展成闺蜜后, 也经常到蔡家打牌吃饭, 谁曾想抢闺蜜老公的戏码, 再次在林月如的身上上演。 这一次, 林月如描上了蔡贵赵的老公, 邱家雄, 和当年如出一辙, 采用了头怀送抱的手段, 成功地让邱家雄败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 1983年, 在侯佩森五岁的时候, 林月如正式与侯士红分手, 并淡出演艺圈, 做起了邱家雄的情妇。 先后两次当小三, 抢闺蜜的老公, 林月如在圈内已经声名狼藉, 人人喊打, 还被冠上了世纪最强小三的称号。 而她的女儿侯佩森身上也一直被盯上私生女的标签, 没少遭人诟病。 有人说, 奇葩年年有, 弯弯明星们的迷惑行为特别多。 不过, 公众人物还是要多多注意自己的形象比较好。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 大家有什么意见? 欢迎在评论区踊跃发言, 别忘了点赞分享哦。